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 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华人圈都为之惋惜的突发事件 1月9号 美国芝加哥发生了一起连环枪击案 32岁飞翼枪手南丁格尔肆意开枪射击 短短几小时导致三死四伤 而这其中就包括一名中国留学生 据美联社报道 芝加哥大学官员已经确认这场连环枪击案的第一名受害者 是30岁的金融经济学博士生范逸然 据警方称 32岁的凶手杰森·南滕格尔 在海德公园社区的一个停车场开枪打死了坐在车里的范逸然 那起枪击事件是一场疯狂连环枪击案的开始 在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里 南顿格尔杀死三人 打伤四人 最后南顿格尔在与艾文斯顿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 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试图确定连环枪击案的动机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奇默和教务长李嘉宜 在给校友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范逸然从中国来到美国求学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年 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出他的学位论文 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公告称 范同学为来自中国的该学院经济金融博士四年级学生 他是一名聪明又极具天赋的学生 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校长的电子邮件中 他还写道 这种突然而无意义的生命损失 给我们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悲伤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团结在一起 作为一个社区来哀悼 并在这个困难和非常悲伤的时刻 鼓舞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 近几年来 这样的悲剧似乎时常在敲打着我们的神经 特别是随着在美求学的华人留学生的增加 加之美国社会的稳定程度日益下跌 给大家感觉时刻暴露在危险之中 这其中 有个最大的原因便是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 在小编看来 自由用枪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同时也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 那些持枪自卫的人来说 他们手中的武器可以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 可是 当枪落到了歹徒手中 神志不清的人手中 则成了杀人的戾气 枪支在留学生乃至整个华人圈的持有率 应该是全美最低 所以 当我们惹不起之时 那我们就要躲得起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加强防范 将危险降至最低 同时 在选择学校 包括住所之时 也需要将安全性加入考虑范围 避开事故高发区域 以及危险地带 在这里 有三个网站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详细的参考 比如 www.areavibes.com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搜索带查询地区的地址或邮编 网站会根据房价 工作 学区 犯罪率等数据 为该区域打分 而 www.crimereports.com 这个网站 搜索想要查询的区域地址或邮编 可以看到搜索区域的详细犯罪历史记录 最后一个网站 www.neighborhood.com 可以从颜色的深浅来判断不同街区的危险系数 所以大家在选择一个地区落脚之前 不妨在这三个网站上查询一番 将会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评估 最后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凑热闹 比如 美国近期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不断 那大家千万不要去参加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大环境之下 因为 如果你深陷其中 恐怕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很有可能因此受伤甚至送命 2020我们已经非常非常难 所以小编真心希望在2021 广大的赞美小伙伴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 远离危险与纷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